Hello 大家好 我是惠惠 你能想象这颗苗和这颗苗 它其实是同一个批次的 就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呢 它们两个长势呢都是相当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我今天要讲的是换盆的重要性 这颗呢就是没有进行 当时一个换盆的操作 一直在这个两站轮的盘子里面 其实呢它也能够正常开花 一次性呢也能开上几十上百多出来 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但是你要对比它就有一种气死人的感觉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呢 它这颗开花量比它大一倍 就是在我们去年秋季的时候 给它进行了换盆的动作 我们换的是那个爱丽丝的十号身形盆 然后土呢用的就是我们的通用土 其实有一点非常关键的 就是土和底肥 当时是撒了很大的一把奥利肥进去 然后我们的土呢用的是非常松软的 我们自行配放的 你们是用了品饰再加上一个拖盐的椰毡 还有泥碳土 还有珍珠盐之类的 因为里面含有丰厚的营养 再加之它的根系呢 长势非常好 很疏松很透气 所以它长势也是很快的 所以大家选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你觉得该不该换盆呢 QQ的花园实现你的花园梦想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